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电视剧 说起电视剧 很多朋友肯定是如数家珍的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电视剧迷 肯定都看过一部戏 就是《甄嬛传》 这火到不能再火了 没错 情节是跌宕起伏 台词深入人心 还有这个甄嬛体能 对不对 更是把这个大红大紫的孙丽 推向了事业的高峰 时隔两年之后 缓缓又回来了 人家呢 要演辣妈了 缓缓在海外兜了一圈之后 终于回来了 当了两年的娘娘 孙丽也是有点腻了 这不 这回出演的《辣妈正传》 就是要挑战自己 我觉得其实每个角色 每个作品都是我演艺生涯当中的 一个经过 它不是终点战 所以我不能说 哪个角色现在是最好 或者最不好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有一个角色 会超过甄嬛的 听着电视剧的名字就知道 孙丽这回演的就是一位辣妈 而好在生活中 她就是一位辣妈 所以和小宝宝们对戏 简直一无反掌 我觉得跟小孩演戏 就是每天都 都是战场 有可能今天 只是 笑一笑就可以过去了 有些是要对他们厉害一点 然后他们要把他们震慑住 他们才会听你的 其实孙丽家宝贝儿子 已经最多了 那么在家里 这位辣妈 是不是能够hold住 这位小宝王呢 你们家的 好戏啊 我们家 我们家没演这戏啊 没俩演戏 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今天工作一下吧 好不容易让我出来工作 你说还让我聊生活 看来孙丽对私事 近身报复的态度 已不既往啊 娱乐新年底 换换是辣妈 北京报道 好 好